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雄观影,我是阿九 一范追踪第四季,今天开坑 上一季末,在德西玛X先生的运作下 与宝宝一样的人工智能小萨正式上线 官方顶替了宝宝的位置 并将POI团队列为追踪目标 根妹在小萨的服务器上设置了团队成员的追踪盲点 宝宝帮他们制造了新的身份,各自逃亡 即便如此,显著的活动仍会暴露在监控之下 德西玛掌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小萨的绝对地位 为此,他们不但封杀了多家人工智能公司 杜绝竞争对手的出现,并派出多路杀手 在世界各地追杀所有试图调查此事的人 一名男记者因为追查此事被解雇 随即在布达佩斯的一家酒吧 被伪装成金发女王的杀手干掉 加里孙议员对小萨的表现颇为满意 上线不久,他就解除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恐怖威胁 看起来比北极光更为激进 X先生表示,小萨的设计目的是先发制人 不能错误一个恐怖分子 比起这些承诺,议员更想知道 德西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主体 他看起来并不像一家公司这么简单 X先生拒绝投入更多 他们的合作方式很简单 政府给信号,他们给电话 议员没有再追问 他只期望,如果小萨也像北极光一样放步吧 他能找得到人来承担责任 议员走后,X先生问小萨 议员会不会是个麻烦 是否需要清楚 小萨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而对于PUI的下落 小萨表示还在追查中 不管他们藏在哪儿 只要一步投就会被发现 商场里,小正干着这辈子最无聊的工作 不但没精打采 还见人酒喷 不知道喷走了多少客户 经理提醒他 这是来卖香水的 不是来感人的 说完就让他去给旁边的美女化妆 小一看就气不大一出来 掩藏身份好说 为啥给他一份这么杀雕的工作 跟妹说这都是为了让大家活下去 萧问什么时候会有信号吧 跟妹说宝宝自有安排 在那之前必须根据他给的日程表形式 萧的新任务是打开社交软件 寻找一个配对者 在那之前 他还要给自己化个美美的妆 好去应聘新工作 萧妹欲哭无畏 他只希望李斯干的是端茶倒水的活 他才能心里平衡点 这方面宝宝显然更偏向李斯 给了他一个缉毒警察的活 能打架能用枪 顺便还能抓几个毒盘 翟总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被发配到大学当一个课座副教授 讲一门叫做高频伎量经济学的东西 选课的人寥寥无解 在他宣布 课业成绩不能走后门之后 连女学生都跑了 萧领导更是残忍地通知他 上课不能带狗狗 下课时他收到新的日常提醒 90分钟后在苏利文大接见 半个小时后 李斯也受到了同样的提醒 那时他正和豆豆调查一起天台斗殴案 一个死者正是他追查的兄弟会成员 豆豆对POI遭遇的事尚且不清楚 为了保护他 李斯没有告知真相 李斯按照日程表去到一个基地讲座 一进门就闻到萧身上浓浓的香水味 大师在台上大谈生活态度 话题非常催眠 萧收到一条配对信息 一个叫罗密欧的家伙想要认识他 这名字一看就够吧 待不下去的两人提前离场 得知李斯还是个警察 萧有点小羡慕 他迫不及待想接个号码 这时 旁边的公用电话竟然真的响了 萧一点期待的看着李斯 只要不让卖香水 干啥都行啊 接着 李斯在玉京地点与翟总见了面 告诉他又有心工作了 翟总却拒绝再次入伙 自从机器叫他们杀掉那个议员开始 就与自己的路背道而驰吧 他们救过人 但也牵连了无辜谁知道哪个更多 更何况他们时刻都在小萨的监视下 根本没了以前的资源 李斯的态度十分坚定 如果他们不拯救那些号码 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翟总把小熊还给李斯 说现在是为了生存 虽然翟总很泄气 但李斯还是自己开始了工作 新号码是一个叫做阿里的电脑铺老板 也是个民间高手 他最近麻烦缠身 兄弟会一直胁迫他 为他们提供秘密联系的手机 防止警方监听 但最近他们的线路又被监听 导致一个兄弟在天台上被打死 帮派要阿里立刻更换新物件 负责就要他的儿子好看 李斯以缉毒警察的身份询问阿里 他明显知道什么 但一句话都不肯说 李斯复制了他的手机 然后留下联系方式 他走后 儿子本全说阿里与警方合作 阿里却说 正是因为之前相信了警察 才落得如此地步 不久后 阿里通知兄弟会的林克 新物件已经搞定了 两人在广场上交手手机 两人分开后 李斯就发现 阿里开始跟踪林克的手机 并且启动了一个电池炸弹击尸器 他意识到 阿里想用那部手机炸死林克 于是立刻赶上林克的车子 飞山抢一下手机 在爆炸前一秒丢了出去 之后 阿里被逗逗抓回警局 李斯知道他深受兄弟会威胁 劝说他接受帮助 但阿里却说 他曾经合作过 把兄弟会的手机序列号给了警方 但他们什么都没做 兄弟会知道警方在电厅 了解他们的动向 比他们更精明 之后 他一直被帮派老大多米尼克威胁 为了保护本和他的铺子 只好出此下策 说到这儿 李斯猛然想起 刚才林克没有死 恐怕会直接杀到电历 三人立刻赶到电脑铺 发现本已经被绑走 多米尼克打电话来 要求阿里午夜前搞定路线 否则本就再也回不来了 李斯对阿里保证 会把本救回来 李斯决定硬闯兄弟会 他向萧寻求帮助 但萧有些犹豫 这种大动作一定会暴露 牵扯其他人 李斯很坚决 萧来不来他都要干 李斯冲进兄弟会的酒吧 各种武器扫平了那里 他逼问林克本在哪里 林克说是鲸鱼那里 李斯正要问清楚 就被萧从后面打晕 耿美劝说翟总 出手帮助李斯他们 机器现在需要他的参与 翟总觉得大事一去 就算多救一两个人 也无济于事 耿美却说了句 非常不像他的话 每个生命都珍贵 这些都在宝宝的算计中 包括他们的工作安排 每一样他交代的事情 都自有用意 他们只有五个人 加一条狗 要对付拥有 无限资源的上帝 少一个都不行 李斯进来时 正在萧的车上 萧劝过他 现在不是能用 榴弹发射器的时候吧 刚才他差点被逮到 李斯仍然不放弃 他可是在救一个孩子 萧送他回到电脑铺 阿里正对着新物件 一筹莫展 那个要求的距离太大 他的技术达不到 这时翟总突然出现 他最终还是放不下团队 决定要帮忙 但前提是 李斯必须用 寻规蹈矩的方式 解决问题 李斯说 他可以找个 不寻规蹈矩的人帮忙 片刻后 李斯与以利亚见了面 很久不见 以保释对李斯 依然一往青山 对他的求助 来者不拒 李斯讲清了事情原委 以利亚告诉他 克林所说的鲸鱼 不是一个人 而是指海沃因运输 一年中 兄弟会会有四次 从墨西哥来的运毒车 在戒备森严的老巢 进行分装 HR以前负责保护鲸鱼 他们到台之后 兄弟会还没有寻觅到 好的合作伙伴 多米尼克是个聪明 又有野心的家伙 跟年轻时候的自己很像 他劝李斯别招惹 李斯并不担心 他提出要雇佣伊利亚 作为自己的外援 阿里把他建造内线的方法 告诉外宅总 他利用的是 房顶上的超高频天线 不用自己加装设备 他们本来就存在 这种保救又聪明的方式 连翟总自己都没想到 经过一番改造 翟总连通了新木线 阿里连忙给林克打电话 说他的要求已经达到了 要求他立刻放了门 但林克似乎没打算讲信用 实际上他打算事后 把父子俩一起干掉 这结果并不意外 翟总立刻把线路 转接到李斯那里 要他赶去林克所在的地方 李斯连忙通知萧 到那里会合 这时 他感觉过去那种团队配合 似乎又回来了 就在兄弟会的老巢门口 运毒车开出去不久 就被一辆大客车撞了 肖埋怨李斯就是不会低调 一出手就是撞车 但这时 他发现车上下来的不是李斯 而是以利亚的手下维尼 原来 李斯利用以利亚的名义 对兄弟会出手 再以帮派争端的名义 调查他们的老巢 萧藏在暗处 急杀逃出来的毒贩 两人配合顺利 接下林克就回了本 在大波警察赶到时 只看到李斯逮捕了毒贩 其他人都已经安全撤离 本立刻给阿里打了个电话 阿里要他赶紧回家 但本担心那些人 不会放过他们的店 阿里说店可以另选地方 只要有他们两个在 就有店 有人的地方就有家 这话让翟总感慨良多 片刻后 德西马的杀手赶到案发现场 索性李斯已经撤离 翟总告诉他 机器这次跳出阿里的号码 确实有所用意 阿里创造的内部线路 经他加密之后 可以避过小萨的监听 李斯以后能跟肖安全联络吧 李斯把其中一部手机给了翟总 又把小熊退了回去 翟总没有拒绝 虽然别别扭扭 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了大家 肖完成了任务 继续做他那份凿心的工作 恨不得把手里所有的东西都弄坏 要不是长得好看 估计早被炒了 干杯给他的新日程 是参加一个聚会 对象就是上次配对的罗密欧 肖一百个不愿意 但他看到罗密欧车上的家伙之后 立刻有了兴趣 最重要的是 罗密欧要的是个车手 肖最喜欢的就是站着方向盘 逗逗对面加了个工位 刚刚破了大案的基督组警员 将要成为他的新搭档 他们俩以后不用隔空喊话吧 翟总的大学 收到一份他署名的业内论文 其中出现了基础错误 他发现那些错误连起来 其实是一种密码 十项图书馆一本叫做管道设计时的书 根据书中图纸 他找到了城市一处废弃的地下管道 隐蔽而安全 不用说 这就是宝宝安排的新基地了 以上就是疑犯追踪第四季第一季 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 POI重新开张需要三个条件 人 技术 地方 借助阿里的案子 翟总重新回归团队 并借由他开发的现录模式 解决了通信问题 再加上这个新的办公地点 团队可以重新上线了 就如根妹所说 机器的决定都自有用意 那么之后的一切如何发展呢 尽情期待接下来的剧情解说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